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2年4月8日 埃尔北莱比锡攻后阿特兰大 周五凌晨 欧洲联赛办准决赛首回合激战术场 率先登场亮相的是埃尔北莱比锡与阿特兰大 前者为主队 埃尔北莱比锡已经保持多战各项赛事不败 不过阿特兰大在16强中双杀对手晋级 两队此番相遇实在难分高下 埃尔北莱比锡近期已经保持10场各项赛事不败 他们上一次输球还要追溯到两个月前 对手也是德甲般霸败人 而比莱比锡在这两个月的时间内 他们在德甲升到了积分榜前四集团 德国杯也晋级到半准决赛 加上欧洲联 球队经济在多条战线上齐投并进 强大的攻击力一直支撑着埃尔北莱比锡保持不败 从过去六仗比赛来看 他们多达三场的单场入球数在四球或以上 期间基斯杜化 尼昆古 甘纳 拉玛以及安卒 施华等攻击手都不止一次建功 尤其是面对强敌多蒙特 而比莱比锡居然可以做客四比大胜大黄风 相当鼓舞士气 就算金杖赢来的是同样具备擅长进攻的阿特兰大 埃尔北莱比锡依然有机会立保主场不失 阵容方面 前锋尤素夫 保尔臣等人因伤眷勤 转战金界欧洲联以来 阿特兰大一直保持不败 附加赛两回合面对皇家苏斯达 他们路得一胜一合 随后的十六强 阿特兰大双杀另一支得甲球队利华古迅 封线双子星路尔斯 梅利尔与路斯兰 马连路夫斯基均有进球入仗 在战败的四场欧洲联中 阿特兰大军场攻入2.25球 其攻击力丝毫不逊于埃尔北莱比锡 而且对比埃尔北莱比锡被欧族联判决晋级 阿特兰大的竞技状态明显更值得信赖 不过论近况 阿特兰大此前六仗各项赛事中曾输足二场 球队争胜几率没有埃尔北莱比锡高 首回合作客 阿特兰大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阵容方面 后卫美列 迪美罗和拉菲尔 杜莱因商缺席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订阅我们的频道就是给我们的鼓励 我们下期见